你有哪些职场人设? 人设这一词啊,是新出来没有多少年 也很简单,方便使用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好像更多的是所谓外界的东西 一些人员资源,这是首先的 第二呢,就是一些设备 环境配置是否有 其实这些都是外在的 什么最重要呢?内在最重要 你有这么一个心,如果你没有这些 没有人,你可以去打交道 没有钱,再去赚一些 没有技术 如果你干的行业 其实任何都需要一些技术 你也有自学 也可以会 只有你有这颗心 那么早晚的事 那所谓的人设就是搭建好了 已经有现成的了 成熟了 那是结果性的东西 人都喜欢 用现成的嘛 那先去培养人 也不知道去哪去找 那这个时间 说不定有点漫长 但是从你来讲 你在一条路上 一直坚持走 择善固执 他迟早的事情 就像好像我们今年 在家读了几年书 跟外界没什么接触 所谓的闭门造车 也是有的 就每天录一录视频呢 哎 今年一接触到 就是照片平台啊 一接触到一些新的圈子啊 那你原来的那些东西 一下好像仿佛都迸发出来 那都变成了人设 你的管理才能 一下 管几十号人 那上百 甚至跟大的平台直接对接 人家上百万都有啊 你直接拿来借用 那你只要说 谈起来业务 他们就有人做呀 你有活人家就有人的 你有钱就有人赚了 那项目就起来了 就可以直接承包了 应该 学了这个从喜马拉雅 配音之后 发现这里边好多人呢 每年培养百万学员出来 当然了 只管起飞不管降落 出来之后就没工作 那你就去找 需要这些人的地方 找病平台等等 找一帮人去做 那么这时候 就好像一个中介的角色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你作为公司来说 就是个业务 很多人把中介 看成二道贩子 怎么怎么样 那过去年代 恐怕是要杀头的 严厉打击 这个买空 买空 这个中间的差价 但是一个公司 他也有跑业务的 业务是直接的 市场需求 最大的时候 那么提成 收入高 也是自然的 而且动作手 动作脑 甚至不用动脑 复制粘贴 成型了之后 那就出来 当然一个直播 之前每天发一发段子 总有一些好的作品 表现得比较好的 热度比较高的 那么就拿出去 档案例了 说不定哪天 就是用啥呢 很快我又要投入国学圈圈 这个播客 直播 有人 所谓的 请我出山 一共茂庐 就要顾走了 到时候看情况 你有了这些资源之后 还可以跟周边的 相关的行业 你看短视频 网剧 短剧这些出来了 低层本电影 每个人都想当演员 特别是年轻人 想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 没有怎么办 演戏中来 当个戏子皇帝 了不起 不过也很有趣 所谓的 我讨压的 我讨厌了